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是众云 善知识 我此法门以定会为本 大众勿迷言定会别 定会一体不是二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集会之时定在会 集定之时会再定 若是此意即是定会等学 诸学道人 莫言先定发会 先会发定个别 作词见者 法有二相 口说善语 心中不善 空有定会 定会不等 若心口俱善 内外一如 定会即等 自物修行 不再于争 若争先后 即同迷人 不断胜负 却增我法 不离四相 善知识 定会 犹如何等 犹如灯光 有灯即光 无灯 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用 明虽有二 体本同一 此定会法 亦复如是 诗是众云 善知识 一行三位者 于一切处 行 住 坐 卧 常行一执心事也 静明经云 执心是道场 执心是净土 莫心行铲区 口诞说执 口说一行三位 不行执心 但行执心 于一切法 勿有执着 没人着法相 执一行三位 执言常坐不动 望不起心 即是一行三位 作词节者 即同无情 却是账报因缘 善知识 道须通流 何以确制 心不住法 道即通流 心若住法 名为自福 若言常坐不动事 只如舍利 只如舍利佛 焰坐临终 却被为魔结合 善知识 又有人叫做 看心观尽 不动不动不动不强 从此致功 乍人不会 变职 谛 铲子者重 如试相交 顾之大错 沈世众云 善知识 本来正教无有遁见,人性自有利遁。 迷人见修,误人遁弃。 自视本心,自见本性,极无差别。 所以利遁见之假名。 善知识 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助为本。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助者,人之本性。 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处刺七征之时,并将为空,不思仇害。 念念之中,不思前进。 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细福。 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极无福也。 此事以无助为本。 善知识 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 此事以无相为体。 善知识 于诸境上心不染,约无念。 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静上生心。 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雀,一念诀即死,别处受生,事为大错,学道者思知。 若不是法义,自措有可,更劝他人。 自迷不见,又望佛经,所以立无念为综。 善知识 云何立无念为综? 只愿口说见信,迷人于静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 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 自信本无异法可得。 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 故此法门,立无念为综。 善知识 无者无何事? 念者念何物? 无者无二相, 无诸臣劳之心。 念者,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信起念,非掩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幸,所以起念。 真如若无,掩耳色声当时极坏。 善知识 真如若无,掩耳鼻舌,而真性常自在。 故今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意而不动。 尿行品第五 诗事众云 此门作禅,缘不看心,亦不看尽,已不视不动。 若言看心,心缘是旺,知心如幻,故无所看也。 若言看静,人性本静,由旺念故。 盖赴真如,但无旺想,性自清静。 起心看静,却生静望,望无处所,看者是望。 静无形象,却立静相,严是功夫。 作此见者,仗自本性,却被静服。 善知识 若修不动者,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即是自信不动。 善知识 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好恶,与道违背。 若看心看静,即是世众云,善知识,何明作禅。 此法门中,此法门中,无仗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作。 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 善知识 善知识 何明禅定 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 外若着相,内心极乱。 外若离相,心极不乱。 本性自信自定,只为禅。 本性自信自定,只为禅,思禅极乱。 若见诸敬,心不乱者,是真定也。 善知识 外离相,外离相,心不乱极定。 外禅内定,是为禅定。 菩萨戒经云 戒本性原自清净。 善知识 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 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颤悔品第六 池大师见广哨记四方释述, 遍及山中听法。 于是声座告众约, 来,诸善知识。 此事须从自信中起。 于一切时,念念自尽其心, 自修其行。 见自己法身, 见自心佛, 自度自戒。 使得不假到此。 既从远来, 一会于此, 皆共有缘。 今可各个狐贵。 先为传自信五分法身香, 赐受无相忏悔。 众狐贵。 诗曰 一,戒相。 皆自心中无非,无恶,无极度,无贪嗔,无劫害, 您戒相。 二,定相。 截度诸善恶尽相,自心不乱,您定相。 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信,不造诸恶, 虽修正善,心不执着。 尽上念下,经绪孤贫,您会相。 四,解脱相。 即自心无所攀缘, 不思善,不思恶, 自在无碍,您解脱相。 五,解脱知见相。 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陈空守己, 皆须广学多文, 世自本心, 达诸佛理, 何光皆悟, 无我无人。 直至菩提真性不义, 明解脱知见相。 善知识 此乡各自内心, 莫向外溺。 今与儒等受无相忏悔, 灭三世罪, 令得三叶清静。 善知识 各随我语。 意识到, 弟子等从前念, 今念及后念, 念念不备于迷染。 从前所有恶业于你等罪, 息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弟子等从前念, 今念及后念, 念念不备焦狂染。 从前所有恶业焦狂等罪, 息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弟子等从前念, 今念及后念, 念念不备极度染。 从前所有恶业极度等罪, 息皆忏悔, 愿一时消灭, 永不负起。 善知识 以上是为无相忏悔。 云和名忏, 云和名恶悔。 忏者, 忏其前千。 从前所有恶业, 愚迷, 焦狂, 嫉妒等罪, 息皆尽忏, 永不负起, 世民为禅。 悔者, 悔其后过。 从今以后, 所有恶业, 愚迷, 焦狂, 嫉妒等罪, 今已觉悟, 息皆永断, 更不复作, 世民为悔。 故称忏悔。 凡夫于迷, 只知颤其前千, 不知悔其后过。 已不悔故, 前罪不灭, 后过又生。 前罪既不灭, 后过复又生, 何名忏悔。 善知识, 既忏悔已, 与善知识发四红誓愿, 各须用心正听。 自心正生, 无边誓愿度, 自心烦恼, 无边誓愿断, 自信法门, 无尽誓愿学, 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 善知识, 大家起不到众生无边誓愿度, 愿吗道, 且不是会能度。 善知识, 心中众生, 所谓邪迷心, 狂妄心, 不善心, 嫉妒心, 恶毒心, 如是等心, 尽是众生。 各须自信自度, 是明真度。 何名自信自度, 即自心中邪见, 烦恼, 愚痴众生, 将正见度。 既有正见, 使般若志, 打破愚痴迷忘众生, 各个自度。 邪来正度, 迷来悟度, 愚来智度, 恶来善度, 如是度者, 名为真度。 又, 返导无边世愿段, 将自信般若至, 除却虚妄思想心事也。 又, 法门无尽世愿学, 需自尽性, 常行正法, 是明真学。 有无尚佛道世愿成, 既常能下心, 行于真正, 离迷离觉, 常生般若, 除真除妄, 即见佛性, 即言下佛道成。 常念修行, 使愿立法。 善知识, 经发四弘愿了, 更与善知识, 受无相三归一戒。 善知识, 归一觉, 两足尊, 归一正, 离遇尊, 归一静, 众中尊。 从今日去, 称觉为师, 更不归一邪魔外道。 以自性三宝, 常自证明, 劝善知识, 归一自性三宝。 佛者觉也, 法者正也, 僧者静也。 自心归一觉, 邪迷不生, 少欲知足, 能离财色, 明两足尊。 自心归一正, 念念无邪见, 已无邪见顾, 及无仁我供高, 贪爱执着, 明离遇尊。 自心归一静, 一切尘劳爱遇境界, 自性皆不染拙, 明众中尊。 若修此行, 是自归一, 凡夫不惠, 从日至业, 受三归戒。 若言归一佛, 佛在何处? 若不见佛, 凭何所归? 言却成望。 善知识, 各自观察, 莫错用心。 经文分明言, 自归一佛, 不言归一他佛。 自佛不归, 无所依处。 今记自悟, 各须归一自心三宝。 那条心性, 外敬他人, 是自归一也。 善知识, 既归一自三宝静, 各各至心, 无语说一体三身自性佛。 今如等见三身, 了然自悟自性。 总随我道, 于自色身, 归一清静法身佛。 于自色身, 归一圆满道身佛。 于自色身, 归一千百亿化身佛。 善知识, 色身是社宅, 不可言归。 向这三身佛, 在自性中, 世人总有。 唯自心离, 不见内性。 外敏三身如来, 不见自身中, 有三身佛。 如等听说, 领如等于自身中, 见自性有三身佛。 此三身佛, 从自性生, 不从外得。 和民清静法身佛。 世人性本清静, 万法从自性生。 思量一切恶事, 及生恶行。 思量一切善事, 及生善行。 如是诸法, 在自性中, 如天常青, 日月常明, 为浮云盖赴, 上明下暗, 呼吕风吹云散, 上下俱明, 万象皆现。 世人性常浮游, 如彼天云。 善知事, 智如日, 慧如月, 智慧长明。 于外浊静, 被自念浮云盖赴自性, 不得明朗。 若欲善知事, 闻真正法, 自除迷惘, 内外明澈。 于自性中, 万法皆现, 见性之人, 亦复如是。 此名清净法身佛。 善知事, 自心归依自性, 是归依真佛。 自归依者, 除却自性中, 不善心, 嫉妒心, 产屈心, 无我心, 狂妄心, 轻人心, 慢他心, 邪见心, 供高心, 及一切时中, 不善之行。 常自见己过, 不说他人好恶, 是自归依。 常须下心, 普行恭敬, 即是见性通达, 更无至爱, 是自归依。 何明圆满报身, 譬如一灯, 能除千年暗, 一致能灭万年余。 莫思向前, 已过不可得。 常思余后, 念念圆明, 自见本性。 善恶虽疏, 本性无二。 无二之性, 名为实性。 于实性中, 不染善恶, 此名, 远难报身佛。 自信起, 一念恶, 念万劫善因。 自信起, 一念善, 得横杀恶尽。 直至无上菩提, 念念自见, 不失本念, 名为报身。 何明千百亿化身, 若不思万法, 性本如空, 一念思良, 名为变化。 思良恶事, 化为地狱, 思良善事, 化为天堂。 独害, 化为龙蛇, 慈悲, 化为菩萨。 智慧, 化为上界, 愚痴, 化为下方。 自信变化甚多, 您人不能省觉, 念念其恶, 常行恶道。 回忆念善, 智慧即生。 此名自信化身佛。 善知识。 法身本具, 念念自信自见, 即是报身佛。 从报身思良, 即是化身佛。 自悟自修, 自信功德, 是真归一。 皮肉是色身, 色身是宅舍, 不言归一也。 但悟自信三身, 即是自信佛。 无有义无相诵, 若能诵时, 言下令辱积节迷醉, 一时消灭。 诵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养福无边, 心中三恶缘来造。 你将修福欲灭罪, 后世得福罪还在。 但向心中除罪缘, 各自信中真忏悔。 忽悟大圣真忏悔, 除邪行政即无罪。 学道常于自信观, 即与诸佛同一类。 无祖为传此顿法, 普愿见性同一体。 若欲当来密法身, 离诸法相心中喜。 努力自见莫悠悠, 后念忽觉一世修。 莫悟大圣得见性, 前功合掌至心求。 诗言善知识, 总须颂取, 以此修行, 言下见性。 虽去无千里, 如常在无边。 于此言下不悟, 即对面千里, 何寝远来? 珍重好趣。 一众文法, 米不开悟, 欢喜奉行。 鸡元品第七, 诗自黄梅德法, 回至少州曹侯村, 人无知者。 诗有如是刘智烈, 礼欲甚厚。 智烈有孤为尼, 名无尽藏, 长颂大涅槃经。 诗战听, 及之妙意, 遂为解说, 你乃执卷问字。 诗曰, 字即不是, 亦即请问。 尼曰, 字上不是, 因能会议。 诗曰, 诸佛庙里, 非观文字。 尼经一知, 骗告礼中齐德云, 此事有道之事, 以寝供养。 有魏武玄孙曹淑良及居民, 静来瞻礼。 时宝林古寺, 自随莫兵火已废, 遂于顾姬重见范雨, 言诗居之。 鹅城堡坊, 诗注九月余日, 又为恶党寻竹。 诗乃顿于前山, 被其纵火焚草木, 诗隐身, 挨入时中得勉。 诗今有诗, 夫作西痕及一部之文, 因名避难时。 诗义无祖怀慧止藏之主, 遂行隐于二亿烟。 曾伐海, 邵州驱江人也。 初参祖师问曰, 及心即佛, 愿垂止欲。 诗曰, 前念不生即心, 后念不灭即佛。 成一切相即心, 离一切相即佛。 无若据说, 穷劫不尽, 听无计悦。 及心明慧, 及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静。 悟此法门, 犹辱习性, 用本无生, 双修适政。 法海言下大悟, 以记赞曰, 及心缘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音, 双修离诸物。 僧法达, 洪州人, 七岁出家, 常诵法华经。 来礼祖世, 投不至地。 祖赫曰, 礼不投地, 何如不礼? 辱心中必有一物, 运其何事也? 曰, 念法华经, 以及三千步。 祖曰, 辱若念之万步, 得其精益, 不以为胜, 则与无邪行。 如今赴此事业, 都不知过。 听吴济曰。 离本折漫床, 投膝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无功福无比。 诗诗又曰, 如今明法达, 如今明法达, 秦宋未修谢, 空送半寻生, 明心好菩萨。 如今有缘故, 无今未如说, 但信佛无言, 莲花从口发。 达文记毁谢约, 而今而后, 当千功一切。 弟子送法华经, 未解经意, 心肠有疑。 和尚智慧广大, 愿略说经中一礼。 诗曰, 法达, 法即甚达, 辱心不达, 经本无疑, 辱心自疑。 辱念此经, 以何为宗? 达曰, 学人根性暗顿, 从来但依文诵念, 启之终趣。 诗曰, 吾不是文字, 辱是取经诵之一变, 吾当未如解说。 法达即高声念经, 至偏域品。 诗曰, 指 此经原来, 以因缘出世为宗, 纵说多种辟语, 亦无悦于此。 何者因缘? 今云, 诸佛世尊, 唯以一大事因缘, 故出现于世。 一大事者, 佛之之见也, 世人外迷着相, 内迷着空, 若能于相离相, 于空离空, 即使内外不迷。 若无此法, 一面掀开, 是为开佛之见。 佛由觉也, 分为四门。 开觉之见, 视觉之见, 悟觉之见, 入觉之见。 若闻开世, 便能悟入, 即觉之见。 本来真性而得出现。 辱甚勿错解惊异。 见他道开世误入, 自视佛之之见, 我辈无分。 若做此解, 乃是傍经毁佛也。 比借是佛, 以聚之见, 何用更开? 如今当信佛之见者, 直辱自心, 更无别佛。 该为一切众生, 自闭光明, 贪爱沉静, 外缘内扰, 甘受驱迟。 便劳他世尊从三内起, 种种苦口, 劝令寝息, 莫向外求, 与佛无二。 过云开佛之见。 无意劝一切人, 于自心中, 常开佛之之见。 世人心邪, 愚迷造罪, 口善心恶, 贪嗔极度, 产命我慢, 亲人害物, 自开众生之见。 若能正心, 常生智慧, 观照自心, 止恶行善, 是自开佛之之见。 若须念念开佛之见, 悟开众生之见。 开佛之见即是出世, 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 辱若但牢牢执念已为功课者, 何以牦牛爱为? 达曰, 若然者, 但得解义, 不劳送今也。 是曰, 今有何过, 气账辱念, 只为迷雾在人, 损意有几。 口诵心行, 即是转经, 口诵心不行, 即是背经转。 听吴即曰, 心迷法华转, 心悟转法华, 诵经久不明, 羽翼做仇家。 无念念极正, 有念念成邪, 有无拒不济, 常遇白牛居。 达文记不觉悲弃, 眼下大悟而告诗约。 法达从习以来, 时未曾转法华, 乃被法华转。 再起月, 今云, 诸大声闻乃至菩萨, 接近司贡度量, 不能测佛制。 今令凡夫淡悟自心, 辨明佛之之见, 自非上根, 未免一磅。 又经说三句, 阳路之居, 与白牛之居, 如何区别? 愿和尚再垂开示。 十月, 今亦分明, 辱自弥备。 诸三圣人不能测佛制者, 换在度量也。 饶依尽私共推, 转家悬远。 佛本为凡夫说, 不为佛说。 此礼若不肯信者, 从他退席, 殊不知, 坐雀白牛居, 更于门外密三居。 旷经文明相辱道, 唯一佛圣, 无有余圣, 若二若三, 乃至无数方便, 种种因缘, 辟欲言辞, 试法皆为亦佛圣故。 辱何不省三居是甲, 为习时故, 一圣是时, 为今时故。 持价辱去甲归时, 归时之后, 时亦无名。 应知所有真才, 尽属于辱, 犹辱受用, 更不作复想, 亦不作子想, 亦无用想。 世明持法华经。 从节至节, 守不试卷, 从昼至夜, 无不念时也。 达蒙启发, 咏乐欢喜, 以祭赞约, 经诵三千步, 曹熙一句舞, 为您出世之, 您些累生狂, 阳路牛全社, 初中后善阳, 谁知火这内, 原是法中王。 诗曹熙一句话, 如今后方可明念经僧也, 达从此领玄旨, 亦不错诵经。 孙智通, 寿周安逢人, 看棱结经约千余遍, 而不会三身四智, 理师求解其意。 诗曹熙一句话, 三身者, 清净法身, 辱之信也, 圆满报身, 辱之智也, 千百亿化身, 辱之行也, 若离本性别说三身, 结明有身无智, 若悟三身, 无有自信, 其明四智菩提。 听吴济曰, 自信聚三身, 发明成四智, 不离欠闻缘, 超然登佛地。 无今未辱说, 地信永无迷, 莫学持求者, 终日说菩提。 通在启曰, 四智之意可得闻乎。 诗曰, 济会三身, 辩明四智, 何更问也? 若离三身, 别谈四智, 此明有智无身, 即此有智, 还成无智。 复说济曰, 大元尽智, 性清净, 平等性智, 心无病。 妙观察至建飞宫, 成所坐至同圆境。 五八六七果音转, 但用明言无实性, 若于转处不留情, 繁星永处那且定。 通顿悟性智随成纪曰, 三身援我体, 四智本心明, 身智容无碍, 因物认随行, 启修皆望动, 守住非真经。 妙指阴诗小, 终无染污名。 孙智常, 信州贵西人, 调年出家, 志求见性, 一日参礼, 诗问曰, 如从何来, 欲求何事? 曰, 学人尽往洪州白风山里大通和尚, 蒙氏见性成佛之义, 未觉狐疑, 远来逃离, 浮望和尚指示。 诗曰, 彼有何言句, 辱事举看? 曰, 智常大笔, 凡经三月, 未蒙世会。 为法切顾, 一系不入仗室, 请问如何是谋甲本心本性? 大通乃曰, 若见虚空否? 对曰, 见。 对曰, 若见虚空有相貌否? 对曰, 虚空无形有何相貌? 笔曰, 若知本性犹如虚空, 了无一物可见, 是明正见, 无一物可知, 是明真知。 无有青黄长短, 但见本源清静, 绝体原名, 及明见性成佛, 一明如来之见。 学人虽闻此说, 游未绝了, 游未绝了, 岂和尚开示。 诗曰, 笔师所说, 游存见之, 故令辱未了, 无今事辱一记。 不见依法存无见, 大肆浮云遮日面, 不知依法守空之, 还如太须生闪电。 此知之见, 偏然兴, 错认何曾解方便? 如当一念, 自知非, 自己灵光, 常显现。 常闻记忆, 心意豁然, 乃数记悦。 无端起之见, 着相求菩提。 前存一念悟, 明月息时迷。 自信绝远体, 随照往千流。 不入祖师事, 茫然去两头。 智常一日问诗曰, 佛说三圣法, 又言最上圣, 给子未解, 愿未教授。 诗曰, 如官自本心, 莫着外法相。 法无四圣, 人心自有等差。 剑文转送是小圣, 物法解义是终圣, 依法修行是大圣。 万法尽通, 万法俱备, 一切不染, 离诸法相, 义无所得, 名最上圣。 圣是行义, 不再口征, 辱须自修, 莫问无也。 一切时钟, 自信自如。 常礼谢之事, 忠师之事。 僧智道, 广州南海人也, 请一曰, 学人自出家, 揽涅槃经实载有余, 为名大义, 愿和尚垂慧。 诗曰, 辱何处未明? 诗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即灭为乐, 与此疑惑。 诗曰, 辱作么生疑? 诗曰, 一切众生皆有二身, 为色身法身也, 色身无常, 有生有灭, 法身有常, 无知无觉。 金云, 生灭灭乙, 即灭为乐者, 不审何身即灭, 何身受乐? 若色身者, 色身灭时, 四大分散, 全然是苦, 苦不可言乐。 若法身即灭, 即同草木瓦时, 谁当受乐? 有法性是生灭之体, 五蕴是生灭之用, 一本五用, 生灭是常, 生则从体起用, 灭则涉用归体。 若听耕生, 即有情之泪, 不断不灭。 若不听耕生, 则永归即灭, 同于无情之物。 若是则一切诸法, 被涅槃之所禁服, 尚不得生, 何乐之有? 诗曰, 若是世子, 何惜外道断肠邪剑, 而亦最上圣法。 据若所说, 即色身外别有法身, 离生灭, 求于极灭。 又推灭盘禅常乐, 言有身受用, 思乃直令生死, 单着适乐。 如今当知, 佛为一切迷人, 认五蕴和合为自体相, 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 好生勿死。 念念千流, 不知梦幻虚假, 往寿轮回, 以常乐涅槃, 翻为苦相, 终日持求。 佛民此故, 乃是涅槃真乐, 乃是涅槃真乐。 刹挪无有生相, 刹挪无有灭相, 更无生灭可灭, 是则即灭现前。 当现前时, 亦无现前之量, 乃为常乐。 此乐无有受者, 亦无不受者, 岂有一体五用之明。 何况更言涅槃尽福诸法, 令永不生, 思乃傍佛回法。 听吴济曰, 吴上大涅槃, 缘名长吉兆, 凡于未知死, 外道直为断。 诸求二圣人, 目以为无作。 尽数情所记, 六十二剑本。 望立虚假名, 何为真实义? 唯有过量人, 通达无取舍。 已知五运法, 即已运中我。 外现重色相, 依依阴生相。 平等如梦幻, 不起凡圣剑。 不作涅槃解, 二编三剑断。 常应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别一切法, 不起分别想。 结火烧海底, 风骨山香吉, 珍藏吉涅乐, 涅槃相如是。 吴金强言说, 令辱舍邪剑, 辱物随言解, 虚辱知少分。 至到文迹大悟, 永跃作礼而退。 行思禅师, 生吉周安城流逝, 闻曹西法席圣话, 进来参礼。 遂问曰, 当何所悟, 即不落阶级? 是曰, 辱曾做什么来? 曰, 圣地亦不为, 是曰, 落何阶级? 曰, 圣地上不为, 何阶级之有? 是身弃之, 令私守众。 一日诗未曰, 如当分化一方, 无令断绝, 思继得法, 遂回吉州青原山, 弘法绍化。 怀让禅师, 荆州渡氏子也, 初夜松山安国师, 安发之曹西参寇, 让至礼拜, 是曰, 蛇处来, 曰松山, 是曰, 什么物, 任么来? 曰, 说似一物, 即不重。 是曰, 还可修正否? 曰, 修正即不无, 污染即不得。 是曰, 只此不污染, 诸佛之所护念, 汝既如是, 无益如是。 西天般若多罗衬, 汝足下出一马居, 踏杀天下人, 应在汝心, 不须诉说。 让豁然气会, 遂直视左右, 一时无载, 日真玄傲。 厚望南越, 大产禅宗。 勇家玄觉禅师, 温州代世子, 少席经论, 经天台止观法门, 应看维摩经, 发明新帝, 偶师弟子玄策相访, 与其聚谈, 出言暗和诸祖。 测云, 忍者得法诗谁? 约, 我听方等经论, 各有诗成, 后于维摩经, 悟佛心踪, 未有证明者。 测云, 魏阴王以前吉德, 魏阴王以后无诗自悟, 尽是天然外道。 云, 远人者为我证据, 测云, 我言轻。 曹熙有六祖大师, 四方云集, 并是受罚者, 入去则与邪行。 觉遂同策来参, 绕诗三杂, 振袭而立。 诗曰, 浮沙门者, 据三千威仪, 八万细行, 大德自何方而来, 生大我慢? 绝曰, 生死是大, 无常迅速。 诗曰, 何不提取无生, 了无素乎? 曰, 体极无生, 了本无素。 诗曰, 如是如是。 全觉方句, 威仪礼拜, 须于告辞。 诗曰, 反太素乎。 诗曰, 本字飞动, 岂有素也。 诗曰, 谁之飞动? 诗曰, 人者自生分别。 诗曰, 辱甚得无生之义。 诗曰, 无生岂有一言。 诗曰, 无义谁当分别。 诗曰, 分别义非义。 诗曰, 善哉少留一宿。 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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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缠者至皇, 初参无祖, 自卫已得正寿。 安居长座, 积二十年。 诗弟子玄策, 由方至何所? 闻皇之名, 造安问云。 如在此做什么? 皇曰入定。 侧云, 入云入定, 唯有心入也, 无心入也。 若无心入者, 一切无情草木瓦石, 应何得定? 若有心入者, 一切有情寒世之流, 亦应得定。 皇曰, 我正入定时, 不见有有无之心。 侧云, 不见有有无之心, 即是常定, 何有出入? 若有出入, 即非大定。 皇无对。 梁九问曰, 诗似谁也? 侧云, 我诗曹西六祖。 黄云, 六祖以何为禅定? 侧云, 我诗所说, 妙占原集, 体用如如, 五阴本空, 六尘非有, 不出不入, 不定不乱。 禅性无助, 离住禅集, 禅性无声, 离声禅响, 心如虚空, 亦无虚空之量。 黄文是说, 静来夜诗, 诗问云, 忍者何来? 黄巨树前缘, 诗云, 诚如所言, 如旦心如虚空, 不着空间, 应用无碍, 动静无心。 凡圣情望, 能所俱敏, 现象如如, 无不定时也。 黄于是大悟, 二十年所得心都无影响。 皇后礼慈, 复归河北, 开话四众。 有一童子名神会, 襄阳高世子, 年十三, 自御权来参礼。 诗曰, 知事远来艰辛, 还将得本来否? 若有本, 则何世主, 诗说看? 慧曰, 以无助为本, 见即是主。 诗曰, 这沙弥争何取次语? 慧乃问曰, 和尚作禅, 还见不见? 诗以主杖打三下云, 无打辱是痛不痛? 对曰, 一痛一不痛。 诗曰, 诗曰, 无意见已不见。 神会问, 如何是意见亦不见? 诗云, 无之所见, 常见自心过谦, 不见他人是非好物, 是以意见亦不见。 诗曰, 无言亦痛亦不痛如何? 诗若不痛, 同其目时, 若痛, 则同凡夫, 及其会恨。 诗向前见不见, 是二边, 痛不痛, 是生灭。 诗自性且不见, 感耳弄人。 神会礼拜悔谢。 诗又曰, 诗若心迷不见, 问善之事迷路。 诗若心悟, 即自见性, 依法修行。 诗自迷不见自心, 却来问无见与不见。 无见自知, 岂代乳迷。 诗若自见, 亦不带无迷。 何不自知自见, 乃问无见与不见。 神会再礼拜于拜, 求谢过千, 福勤给事, 不离左右。 一日诗告众约, 无有一物, 无头无尾, 无名无字, 无悲无面。 诗人还是否? 神会出约, 使诸佛之本源, 神会之佛性。 诗曰, 向辱道无名无字, 辱便换作本源佛性。 辱像去有把某盖头, 也指成个知解宗徒。 一僧问诗云, 黄梅一指, 什么仁得? 诗云, 会佛法仁得? 僧云, 和尚还得否? 诗云, 我不会佛法。 诗一日, 欲着所受之一, 而无美权, 因至四后无理许, 见山林玉茂, 锐气盘旋。 诗振席着地, 权应手而出, 机已为池, 乃西贵晚衣时尚。 忽有一僧来礼拜, 云, 方便是西蜀人, 方便远来, 愿见我诗传来一波。 诗乃出世, 自问, 上人恭和事业, 曰善素。 诗正色曰, 辱世素看。 遍王指, 过树日, 素旧真相, 可高七寸, 屈尽其妙。 诗笑曰, 如只解素性, 不解佛性。 诗书首, 磨方便鼎, 曰, 勇为人天福田, 诗仍以依仇之, 便取一分为三, 一批塑像, 一字流, 一用宗果异地中。 诗曰, 厚得此一, 乃无出世, 助持于此, 重见殿语。 有僧与, 卧伦禅禅诗济云。 卧伦有伎俩, 能断百思想, 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常。 诗文之曰, 此济未明心地, 若依而行之, 世家戏福, 应是一纪曰, 会能没伎俩, 不断百思想, 对境心竖起, 菩提作梦长。